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ent 美股三大指数今天还是非常强力的走高 是真的厉害,不服不行 长得非常非常的凶残 新高的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不要着急做空 没办法,这个指数太强了 30分钟我们看图书画 这是一个大的上升的通道 大的上升趋势 整个趋势在往上去走高的时候 只要这个通道不跌破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担忧的 至少在这一轮的行情里面 它应该是,无论它怎么变 爱怎么弄,即便明天下跌了 看起来是下跌的 但只要不跌破15700 整个的节奏看起来还是比较强势的 不跌破15700的话 应该还是都是维持上升的趋势和状态 好吧,这个是纳斯达克的走势图 但是今天额外的要讲一下小盘古的指数 小盘古指数极度接近向上去做突破 那,Wall Street有一句话叫做 横有多长,也不是了 技术分析有一句话 横有多长,数有多高 小盘古已经整理了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说真的向上突破的话 会很凶残的 小盘古里面的公司 就是代表了美国的那些中小型的公司 大家如果经济复苏的话 产业链复苏的话 小盘古这些就是会变得好 所以我觉得小盘古真正的大涨可能要来了 之后任何的回踩 小盘古都是一个进场做多的机会 这个我的观点没有变化 任何的回踩对于小盘古M2K 或者说是RUT罗素2000 都是一个进场做多的机会 纳斯达克这边的超级蓝筹 比如说亚马逊 就一般 比如说苹果可能就要稍事休息了 我们还是要放到小盘古 多多看看这方面 然后另外就是钢铁类的板块 这个也是我们上个周 我和大家讲过 钢铁类的板块 我是倾向于继续往上看涨的 大家也可以扫我们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然后更多的信息 在我们的中文投资网的官方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也可以去看我们的YouTube平台 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获得一个钢铁股的名单 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了五只股票 我们觉得还不错的钢铁类的产品 是可以关注的 可以去基本面吗 等等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我们觉得钢铁股会涨 那么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标的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 提供一些市场当中 比较比较比较popular的一些资讯 Zarima就可以找我们获得 那么这一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市场这么强势之外 还有Tesla Tesla今天是真的厉害 一己之力 带动了整个标普500 因为Tesla已经进到标普500里面了 今天涨幅达到了8% 特别特别的厉害 那么我上期节目 我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特斯拉这块位置的波段 谁做谁被套 今天又涨了8% 你别看他现在涨得很凶猛 没有一次这种加速拉升 它不是出现大幅回踩的 这个就没有一次 就必然是有这种回踩的动作 所以这个将来也会有回踩 只不过咱不知道 这个回踩的点在哪里 那么你不想成为买在比较高点 被回踩的那个人 对吧 所以很简单 就不要追涨 就完了 特斯拉就不要追涨了 但是如果你是日内交易 Active Trading 还是可以做的 因为如果日内看到了短线的波动性 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哪想拿他买 完了做波段 这个是不行的 很明显 Facebook现在是好一塌的 VUZI 最近元宇宙比较火 元宇宙的概念股 今天呢在盘中时间段大涨 现在呢 元宇宙其实也不是第一天才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才开始涨 就是市场要开始轮流炒 炒这些股票 所以明天可以关注这个VUZI 如果能出现一个 开盘之后轻微的回踩 完了再突破今天的高点的时候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做日内的机会 所以多多关注这个VUZI 元宇宙上面带来的 中概股今天很强 阿里巴巴呀 京东啊 包括这个ETF YNN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收益率 整体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今天还是能有一个 16000块钱的这个收益 差不多30万的账户 16000的这个收益 那主要是来自于 其中这个中概股 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收益 还有这个 比如说阿里啊 京东啊 我们之前埋伏的 今天的这个收益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呢 中概股应该还是继续看涨 今天的中概股这么强势 是一根完全的一个多头吞噬 今天晚上的香港应该会很漂亮 所以整个的中概应该是多头吞噬 继续向上看涨 什么阿里巴巴 京东 拼多多 还有百度等等的 应该是通通的向上 都是一个看涨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比特币这边 那我们前两天埋伏的这个coinbase 今天是突破了 突破了新高 那我们也是顺势做了一个减仓的一个行情 减完仓之后呢 比特币还在游走 应该还是看涨的 应该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10币也在酝酿 我觉得10币也在去突破前期的新高 再走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呢 有点耐心 小资金投到10币上面 应该是会有不错的效果的 好 那欢迎大家 收取我们看好的这个钢铁类的产品 好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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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